驱魔官的两大魔神最终结局有多惨 都是龙浩尘斩杀的吗 驱魔官的两大魔神分别是 第52柱魔神火焰狮魔安洛仙 以及第70柱魔神清妖奇魔谢尔 作为龙浩尘目前最强的对手 两大魔神差点将光明之子永远留在驱魔官 二人最终结局有多惨 都是龙浩尘斩杀的吗 1.火焰狮魔安洛仙 火焰狮魔安洛仙 是驱魔官三大魔神中最弱的 也是最先被击杀的 最后是由龙浩尘亲手击杀的 不过发动致命一击的 则是圣灵的曾祖圣月侠者 圣月是成名多年的九阶强者 更是刺客圣殿主式的殿主 实力极为强横 而且当时又因为事出突然 各种因素影响之下 安洛仙没能发挥出实力就死了 龙浩尘以精神力的强大剑意 扰乱了安洛仙的思绪 体内的伤势再次出现 但是此时魔族的刺客出手 袭击了龙浩尘 安洛仙心中顿时产生了放松 但是圣月的攻击 也就在这时候出现 安洛仙的胸口 被打出了一个大洞 圣月继续追击 已经受到致命重创的安洛仙 根本无法抵抗 同样的爆炸在她头部出现时 她的最后一丝生机 也已是荡然无存 圣月将安洛仙彻底磨灭 因为魔神的生命力 是极其强悍的 她必须要完完全全地杀死对手 才能确保安洛仙的陨落 击杀火焰施魔安洛仙的过程 哪怕是圣月都觉得太容易了 安洛仙的死 不只是因为龙浩尘的阻挡 和圣月的突袭 实在是因为她对情况预估的不足 而一切又发生得太快 否则她只要引动自己的魔神柱 绝不可能会被圣月一击必杀的 二 青妖奇摩谢尔 龙浩尘和圣釵尔一起 击杀了青妖奇摩谢尔 不过青妖奇摩谢尔 虽然在魔神中排名靠后 在七十二魔神中排名第七十 和火焰施魔安洛仙差不多 但是有安洛仙的遭遇在前 谢尔没有再大意轻信 所以远比安洛仙要不好对付 神殿和这这位魔神周旋 长达数年 凭借着魔神柱的增幅 谢尔的战斗力足以达到九阶程度 而且还有一系列的能力保命 以他们这些刺客超高的爆发力 这么多年都没能杀得了她 而龙浩尘能杀谢尔 自然也是竭尽全力 更不用说还有圣离儿的袭迹 在斗杀玄元剑最终的奥义之中 最后一击的威力是最强的 因为斗杀玄元剑势 将人吸入自己攻击范围内 持续不断增强的攻击 所以最后一击才是威力最大的 不过如果就这么 结束斗杀玄元剑 之前通过戒力 而得来的那些力量就只能浪费 因此龙浩尘通过自己 对斗杀玄元剑的不断礼物 终于在急速旋转绞杀敌人之后 可以将所有的力量 与龙浩尘自身伶俐 全部灌入到双剑之中 以两柄史诗极重剑 融合施展的力量 哪怕是龙天鹰也要 施展出神印王座才能抵挡 而已经被龙浩尘和圣灵儿重伤之后 谢尔就成为了 融合之剑的第一个亡魂 瞬间强化的剑影 完全落在了谢尔身上 谢尔立刻崩溃破碎 自己的魔神之勉也瞬间飞出 朝着魔神柱方向疯狂逃窜 但是龙浩尘已经挡在他面前 浩月则直接将魔神之勉吞下 谢尔最后的复活希望 也彻底消散